曾经有一条奇葩的新闻在网上被大肆传播 一名银行员工因为不喝老板敬的酒被抽耳光 这件奇葩的事被曝光后 设施单位立刻做出回应 对劝酒的和抽耳光的都给予了严厉的处分 银行处理果断及时 可谓大快人心有类似经历的职场新人 甚至觉得也给自己出了口恶气 不过闹成这样 这名银行员工以后还能混得下去吗 这种让人烦透了的劝酒文化 能不能就此杀住 为什么明明你不想喝 我也不想喝可大家还都要拼死逼着彼此喝呢 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其商业逻辑 这件事情的逻辑是 领导们需要通过劝酒这种行为 来完成服从性测试 什么是服从性测试 圣经中讲过一个故事 上帝对信徒亚伯拉罕说 请杀死你的小儿子伊萨 亚伯拉罕非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虽然很不解 但这是上帝的指令 因此经过所有父亲都会有的纠结后 亚伯拉罕还是决定服从上帝 含泪把自己的儿子放上祭坛并举起短刀 所幸刀落下去的那一瞬间 天使及时出现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上帝说 我不是真想杀你儿子 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绝对服从 这就是服从性测试 只有通过服从性测试 你的领导才会相信你能做到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实在不理解就在无条件服从中加深理解 服从性测试无处不在 是有道理财福气的员工更好管 还是无条件服从的员工更好管呢 当然是无条件服从的员工更好管 让员工服气要靠领导力 而让员工服从只要靠权力就行 但是这就需要愿意服从的员工 所以服从性测试无处不在 强盗用留个把柄的方式 对小弟做服从性测试 甲方用改来改去的方式 对一方做服从性测试 女生用无理取闹的方式 做男友服从性测试 那么公司领导进行服从性测试的方法呢 那就太多了 比如故意做生活不能自理状 看看下属会不会帮他拎包 帮他打伞帮他开车门 有一次在机场的百度车上 一位处长狠狠地打电话骂助理 你怎么收拾行李箱的 少带了东西 这下我怎么办 就在这时处长突然挂了电话 一跃而起帮一位正在上车的男士 把箱子一把拎上车 后来听对话 我才知道那位男士是局长 刚刚还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突然变得非常有能力 开始对另一个生活更不能自理的人悉心服务 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领导 真的是职位越高 生活自理能力越差吗 当然不是 这种单向的生活不能自理 本质上是制度化的服从性测试 拎箱子这种小事 你都不能为我做 那以后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我怎么能指望你绝对服从 劝酒也是传统的服从性测试项目 领导说小王 这杯酒我敬你 小王赶紧说 领导哪有宁静我酒的道理 您折上我了 我一直和同事们说 我特别仰慕领导的魅力 特别感谢领导的栽培 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参与重大项目 不能好好报答领导您的恩情 我一直都记着 有任何用得到的地方以后 您随时吩咐 我一定随叫随到 为领导马首是瞻 这三杯我先干为敬领导说 慢点慢点别喝多了 你脸都红了小王白白手 没事的领导 我平常不能喝酒一喝酒就过敏 但今天就是高兴 领导满意的点了点头 微笑着转过头去 开始测试小章 劝酒不是酒文化 而是酒文化中的恶习 是对酒文化的扭曲 现在随着文明的进步 这种恶习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估计要随着一两代 靠喝酒上位的领导退位 才会有大的改观 因为如果突然不劝酒了 那领导们年轻时 岂不是白喝了 白练了白未测试了 但是我还是试着劝痴迷于劝酒 痴迷于服从性测试的领导们一句话 真正的领导力来自内心的追随 而不是行为的服从 此视频为刘润老师底层逻辑读书笔记 有声简谢谢观看